今天雲林縣前代理縣長李靖勇 宣布要爭取民進黨的提名參選縣長 並且為明年的五合一選舉全面開戰 延續綠色執政 進選來選擇 我們在哪裡 進出民進黨 每年國學院 分明我們冠軍的天堂 雲林前代理縣長李靖勇 宣布爭取民進黨提名 投入明年縣長選舉 我們和所有誘致技術 大家祝福爭取民進黨 無意的高齡 為我們共青動力來打招 每年五合一我們全面開戰 恭喜我們 恭喜 李靖勇並率領全縣二十鄉鎮競選 團隊宣示要打一場漂亮的團隊作戰 包括現任的幾位鄉鎮長 都到場立體 李靖勇並率領全縣二十鄉鎮競選團隊宣示 李靖勇強調要延續綠色執政 不讓家族派系壟斷 更形容這次參選是一場艱苦的戰役 我們需要的 是必須要專門的補強 是必須要同心協力 來迎娶民眾的支持 我們十五塊頭 我們照可憐和這個關係 來決意實戰 競選團隊大喊口號要全面布局 讓綠色執政在明年五合一選舉 遍地開花 劉報陳雅琳與您報導 提到 他可以選擇